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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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每禮拜天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話題 衝入台風山山 29號上午 在日本九州登陸 帶來強風好語言釀成不小災情 那由於登陸前威力很強 移動速度緩慢再加上 路徑變化詭異 所以颱風的影響時間長範圍大 日本政府發出特別警報 呼籲民眾小心前所未見的風雨和大浪 那如果在台灣 碰到威脅性這麼強的颱風 不論學生或上班族可能都會希望 地方政府趕快放颱風架 可你知道嗎 日本並沒有法定的颱風架 很多人就算碰到颱風 也得頂著風雨去上班 這是怎麼回事呢 喜歡我們的國際新聞報導 記得訂閱頻道喔 隨著中台山山來襲 日本各地都繃緊神經 當局擔心居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已經要求鹿兒島 宮崎 熊本等地 共113萬戶 225萬人緊急避難 就連高支線高達14公尺的版本龍馬雕像 也得提前放平一面受災 日本網友也很氣 在社群平台X上面發文說 颱風山山的速度牛不化 路徑變來變去難以預料 就連名字也很煩 一切都讓人討厭 還獲得超過15萬個讚 反映出大家的焦慮感 但或許最讓日本人討厭的是 就連在強風豪雨的颱風天 恐怕也得出門去上班 不能說日本沒有颱風假 而是停班停課的決定 並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宣布 而是由各級學校各家公司行號自行決定 相較於日本學校 大致上會遵守一定的放假標準 以學生安全為第一 公司行號方面 除了服務業以外 實務上卻很少叫員工不要來上班 那明明日本也常常遭受颱風侵襲 為什麼不用法律來保障民眾的安全呢 備有原因 眾說紛紛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地理因素 比起台灣、香港等地、日本國土 政府浮原遼闊 南北縱深廣大 各級行政區面積也比較大 颱風對各地的影響時間和範圍都不同 如果以後地方政府統一宣布 要不要停班停課 很容易就影響到太大的範圍 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因此為了靈活應變 不需要由政府大範圍放颱風假 第一個則是文化因素 在90年代經濟泡沫化之前 日本公司講究終身僱用之 也就是一旦僱用員工 只要沒出什麼大錯 就會僱用到退休為止 一輩子只替一間公司工作 那企業這麼看重員工 民工當然也被期待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就算下大雪刮颱風暴風雨 只要公司不停班 還是得準時打卡 因此傳統上颱風來的時候 日本上班族想的不是放假 而是該怎麼上班 畢竟早就知道颱風要來啦 所以想辦法因應 甚至有日本員工會選擇 提前到公司附近自費住一晚 隔天颱風天就不會受到 交通工具停駛的影響 可以準時走進公司 又或者在颱風來襲當天 就算電車停駛 還是會提早一兩個小時出門 徒步走到公司去 原來日本經濟一泡沫滑之後 中小企業到大公司 都難以保障給終身僱用員工 因此員工應該對公司付出到什麼程度 也受到考驗 年輕時代就不再認為 上班應該要風雨無阻 只是有些老闆可能停留在舊觀念 於是在網路上就出現很多的抱怨和爭議 例如這次山山颱風來襲 就有福岡縣的網友爆料 說某家公司的政策莫名其妙 這些公司宣布 颱風有可能不會造成災情 所以原則上不允許遠端工作 但如果因為交通通斷等原因無法上班 則可以在家遠端工作 只是員工必須要在颱風當天 到公司去搬公用電腦回家 不能夠提早搬電腦 網友最後就忍不住痛批 你到底在說什麼 也引發上千則留言和上萬次分享轉發 另外也有公司不主動決定是否停班 而是宣布由員工自行判斷 要不要上班 聽起來好像更符合人性也更靈活 但在向來講究和群的日本社會 員工會擔心如果其他同事選擇上班 自己卻不去好像不夠敬業 實際上跟強制上班沒兩樣 讓公司行號自己決定要不要放假 顯然有一些問題 尤其是在疫情過後 遠距上班風潮掀起的這幾年 日本也有人開始檢討 該不該規定一套統一的放假標 不過這樣的聲音並不是很主流 該如何改善也沒有共識 但話說回來 除了要不要停班停課 日本政府也採取很多方式 來保障民眾的安全 在氣象科學和預測技術更精準的形式下 可以做到更細緻的處理 例如因應大雨強風降雪 能見度變化等不同的天氣狀況 各個交通系統也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包括降速、停駛、特定路段封閉等等 或許也是在颱風架之外 更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 各位大風吹 我們下回見 說到日本企業到底怎麼看待颱風天上班的問題 我在推特上找到不少滿血淋淋的日本上班族貼文 有人說日本就是不會說颱風很危險 所以請在家休息 而是颱風很危險 所以上班請小心 另外還有人說 碰到颱風天 黑心企業會請員工全身濕透的來上班 然後在報平安的系統上面輸入 我沒事 良心企業則是會在颱風前一天就宣布 明天不用來上班也沒關係 也就是呢 如果員工自己判斷不上班的話 也不會被責備 但真正的良心企業會是 平常就讓員工自己決定要不要請假 然後颱風天當然也可以不去 爽爽睡到早上九點再起床 那下面也有人留言說 真的就在這樣的公司工作 只要早早登記好 要不要上班 還有從幾點開始工作 都不會有人說什麼 所以看起來 現在的日本公司 至少有一部分是 已經更有彈性了 那當然也希望台灣公司 朝這樣的方向來發展囉 總之呢 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想法 想請聽看我們的意見 請用他會跟你說 這個hashtag來留言 我們就會挑一則來回應喔 那裡面最後呢 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 尤其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就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贊助我們做出好內容 還有會員專屬影片可以看 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請按下影片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做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囉